而政府强制驱离引发的流血冲突 现在蓝衣内部也浮现了一些杂音 2月20号才辞去党中央发言人的杨伟舟 跟19号才刚刚获党提名参选嘉义市长的陈以珍夫妻俩 昨天罕见的相继在脸书上发文 措辞强烈的批判 马政府已经失去民心了 不该暴力驱离 而这是当权者选择和年轻世代的对立压制 令人感到痛心疾首 不过对此呢 党政人士很低调的回应说 他们有他们的考量 国民党方面呢 则是没有进一步的评论